艾莎尼亞塔爾圖大學和自駕車業者合作研發 推出號稱全球第一臺自駕氫能接駁巴士 在五號是正式的亮相 業者表示氫能車相當環保 燃料電池是利用氫和氧的電化學反應 來產生電流 而副產品只有水和熱氣 艾莎尼亞總統卡尤萊德親自接目 號稱全球第一臺自駕氫能接駁 我小巴亮相了 這輛接駁車是由塔爾圖大學研發 氫燃料電池 結合自駕車公司 OFTEC的自動駕駛技術隆重誕生 一輛接駁車有六個座位 用來幫助乘客走完旅程的最後一里路 雖然不需要駕駛員 但遇到必要情況時 可以遠端監控修正路線 洛索夫表示 氫能車其實相當環保 燃料電池使用氫氣作為動力來源 利用氫氦氧的電化學反應產生電流 副產品只有水和熱氣 燃料電池只需要兩分鐘 我測試過 這意味著 兩分鐘的燃料電池 它可以運動六至七小時 這意味著 你不必須有這麼多燃料 在燃料電池 你可以快速燃料電池 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三國之一 以高科技產業聞名全球 各種產業高度數位化 除了結婚 離婚 買賣房地產 必須實體進行 其他如報稅 投票 開立處方簽等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公家機關服務 都不用踏出家門 就能以上網的方式完成 公視新聞 林孝茹編譯